中海半井城 它是位于查北区 整个一个叫做不叶城商圈的 这个商圈的一个位置 那么整个一个商圈是这样的 整个一个商圈它总共是封两部分 离这条轻轨为界线 这块是上海的南火车站 就是南广场 我们所谓的南广场 那么南广场的其实呢 应该说经过好几年的发展之后 南广场是相当的不善的 它只有好几个 比如说鲁易吉的写字楼 就有宝坊中西国际中心 明德国际广场 加利不叶城 这些都是在南广场相当成熟的一个商圈 而我们的项目是在于 查北区不叶城板块的一个北面 也就是说是这一块 这一块是什么呢 就是火车站的北广场 那么北广场呢其实真正的一个发展呢 是在那个世博会之间去政府 去政府呢打造了一个 就投入了400亿 对于整个一个北面的这一块进行的一个整体改造 法库区这几个城市当中呢 最时间最长的就是上海 上海是92年进入的 今年正好是20周年 我们中海10688上市 今年也是20周年 上海公司呢也是20周年的那个纪念 各位在昨天晚上 进入的酒店呢 其实是那个区域叫大虎桥 中海首先92年进入的这个大虎桥地区 那边有我们所有带海字头的 海华 海立 海星 海悦都是我们的项目 包括有住宅 闲字楼和一些商业的旅楼 那么应该说那边的整个就是 大虎桥的这个发展呢 跟中海的进步 与其共同跟这不同的建设 共同的发展呢 也应该是说是息息相关的 可以看到它特色是这一层是一个鱼板的 非常精美漂亮 出现这层是刚刚里面这层是食物 就是既安全又非常美观 并且我们这个文饰的话呢 它是跟我们项目的那个logo的话 它是一脉相成的 所以有一个家族的一个厚重感在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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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